12. 北京青年報 流動性回歸 2015年7月11日財經焦點 十成接前一交易日強勢 昨日 估計續強勁反彈 護森股指像幅均高達4%以上 護森300指數像幅高達5% 創業版指數則繼續實質性漲停 剔除SG股和未股改股 兩市近1300隻個股漲停 對此 分析機構稱 市場仍然需要時間休養生息 恢復元氣 但是最困難的時刻已過去 國家隊救市第五天 大盤州 其線流下長長下影線 與上週比較指數上揚近200點 漲幅5.18% 暴跌太細被徹底扭轉 久時35分鐘正500期指 1507漲9%昨天開盤 創業版更為強勢 護紙跌0.05% 報收3707.46點 中小版指漲2.26% 報7850.41點 創業版漲2.12% 報收2487.39點 中正500期指 1507漲9% 繼週四漲停 週五開盤 期指主力合約再度高開高走 有再次衝擊漲停的勢頭 利好消息進一步曠山 中航工業集團副總經理吳憲東透露 以初步湊集了數十億資金互盤 並將重點關注航空業務相關股票 近兩日合計增設額股金額接近2億元 由於週四行情大反彈 前期停牌互盤的上市公司大批量復牌 當天復牌公司在60家左右 10時28分兩市超1200隻個股漲停反攻太勢極其強悍 兩市超1200隻個股漲停 未停牌個股全部上漲 絕大多數板塊漲幅超9% 漲幅最小的銀行板塊漲幅也超4.5% 戶指突破3900點 漲幅超5% 接近120日均線 深城指修復12000點 漲幅接近4.5% 創業板重奪2500點 再漲幅4%為至上下小幅調整 也接近半年均線 業內人士分析 週四,再一行三回 財政部、公安部等進一步表態和介入下 A股終於迎來了 A股保衛戰的首次大捷 在連續經歷了千股跌停之後 股民終於體驗了一回千股漲停 投資者的恐慌情緒和市場的流動性危機 目前均已得到緩解 11時43分5間收盤 上證指數從上3900點直至5間收盤 上證指數上漲5.16步3900點89點 創業板指漲4.11步2535.79點 中小板指漲4.11步7992.79點 兩市1395家公司交易超千股漲停 中正500期指全線漲停 機構指出 如果週四報復性反彈還不能讓投資者心安 還認為有事一日有反彈的話 那週五兩市在四大利好持續加碼推進下 再次報復性反彈 即可大大打燒投資者對大盤的擔憂 以市場也在多方吹響為沼集結號下 恐慌情緒將徹底得到收復 安信匯赤證券高善文表示 目前市場最恐慌時候已過去 正轉入異區間整理為特徵的災後重建 市場似乎仍處於牛市格局 但是否恢復強勢上漲不明確 維護股價的行動仍在升級 昨天中午 北方稀土 五良益 六家咀、北部灣內 深圳業A、雕勇誼Z、沙學股份 深南電A等大批公司發布了不減詞 窄機增持等一系列維護股價穩定的措施 中航動控、遠興能源、泰降不秀 星、SG、鳳凰、尚榮醫療、亞太股份 衛士通、北斗星通等公司公布了大股東或高管的增持計劃或增持 情況 股再次進入豐牛的狀態 呼籲監管機構出台限制配置比例和渠道的政策 十五時正兩時僅七隻股票下跌 護紙作天人氣火爆、繼續大幅拉升 盤中一度上摩至3959.22點 截至收盤 護紙漲4.54% 報3877.8點 創業板紙漲4.11% 兩市月千股漲停 僅七隻股票下跌 合計成交不足一萬億 廣州萬龍認為 目前國家隊護盤資金強烈托盤 短期市場信心提振仍需消化轉換過程 只有賺錢效應之下的場外資金重新大幅進入 A股才能形成良性發展 因此雖然政策底明顯 但是短期信心收復仍需要時間 隨著復派公司增加 多恐將繼續傲戰 盤面或有震盪反復 新曼宏元表示 經過一輪慘力的去槓桿和流動性短暫危機之後 隨著救市資金的有聚入場 短期的市場股值逐步回歸 停牌公司增加 暫緩 鼓勵上市公司增持等措施 股票市場流動性仍來了重呼揭到短期均衡的狀態 去槓桿方面 截至7月8日 兩融餘額大幅削減至1.46萬億 佔當前市值比重約為2.8% 場外配置調研結果顯示 高槓桿部分基本已去除掉 保險機構 勸商機構由於舊市需求倉位偏高 市場仍然需要時間休養生息 恢復元氣 但是最困難的時刻正在逐步過去 文本部記者劉慎良新進展公安部 兩位副部長掛稅打擊惡意賣空證監會發言人 稱惡意做空事指跨其現市場操縱檢查 文人鄧果表示 跨市場和跨其現市場操縱就是惡意做空 公安部正在排查有關情況在回答關於公安部進場檢查進展時 鄧果表示 檢查情況有個過程 公安部正在排查惡意做空 A股有關情況 有新進展會及時向大家匯報 據了解 7月9日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大隊副證監會 會與證監會排查近期惡意賣空股票與股指的線索 針對近期境內證券市場出現的異常波動 隨後公安部發布信息 部署全國公安機關依法打擊證券期貨領域違法犯罪活動 昨天有媒體報導 公安部另一位副部長傅政華也參與到此項工作 公安部兩位副部長參與到此次打擊證券期貨領域違法犯罪活動中 規格之高極為罕見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 各級公安機關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 密切配合有關主管部門 進一步嚴密防範 依法打擊證券期貨領域違法犯罪活動 對涉嫌內幕交易、洩露內幕訊息 編組並傳播證券期貨交易虛假訊息 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等犯罪案件要堅決依法查處 對惡意賣空股票與股指涉嫌犯罪的線索 要回同有關主管部門迅速展開調查 依法處理、全力維護資本市場正常秩序 撤石保障廣大投資者合法權益 目前,公安部已經針對涉嫌惡意做空大盤 藍籌的十余家機構和個人開展核查取證工作 上市公司維穩股價方案應盡快公布 證券會新聞發言人鄧國昨天還表示 截至九日,兩市已有655家公告料增持回購計劃 積極維護股價穩定 近期,證監會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制定維護股價穩定的方案 舉措包括大股東增持、董監高增持、公司回購、 員工持股計劃、股權激勵等 相關方案應盡快公布 並通過交易所平台向投資者介紹生產應營管理情況 加強投資者關係管理、維護股價穩定、做好投資者溝通工作 近期沒有新股發行鄧國在回應媒體提問時還表示 近期沒有新股發行,但新股發行審核工作不停止 同時相關融資公司數量、金額將大幅減少 至於更具體的內容,他則沒有透露 另據了解,證監會還將進一步提高公開發行公司債審核工作透明度 已在審核環節對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的務集說明書 審核反貴意見予以公開 其中,面向公民災廠仿縮 發行公司債務集說明書的披露方式時 至7月20日新受理的 於正式受理後在官網公開 面向公民災廠仿縮 發行公司債反貴意見的披露方式時 至7月20日新受理的 於出具反貴意見的當周五在官網公開 面向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公司債務集說明書 反貴意見在交易所網站公開 公開放式由交易所公布 文本部記者劉慎良新動作四大資管公司承諾不減辭新華社電 記者姜林 繼中國信達 中方資產聲明不減辭後 國有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其餘兩家華融資產與長城資產 10日也表示 在股市異常波動期間 將不減辭所持有的控股上市公司股票 記者10日還瞭解到 中方資產及其一致行動仁義增持控股子公司通興證券股票100萬股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均表示 為維護資本市場穩定 公司決定在股市異常波動期間 本公司將不減辭所持有的控股上市公司股票 並將根據市場情況擲機增持 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表示 中方資產及其一致行動仁北京東副國創投資管理中心 以增持其控股子公司通興證券股票100萬股 若佔通興證券易發行總股份的0.04% 監於近期通興證券股價受市場非理性下跌影響出現了較大波動 為設施維護資本市場穩定並保護廣大投資者利益 同時基於對公司的價值判斷和對資本市場未來發展的信心 中方資產及其一致行動仁未來三個月內將市股價變化情況 擲機繼續增持東興證券股份 累計增持比例不超過東興證券易發行總股份的2% 信達 華融 長城和東方市經國務院批准 為集中化解和處置公 農 中 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 不良貸款成立的國有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 其中 中國信達已於2013年在香港掛牌上市 華融資產也於近日正式申請在香港公開上市 2014年 四家公司實現利潤均超百億元 新風向下週二保證金貸款總額將回歸到去年底水平 在中國股市經過了波蘭壯闊的兩週後 一些國際投行發表了對A 股的看法 稅銀 股市動盪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較為有限 稅銀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 股市動盪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較為有限 首先 雖然過去三個季度中股票佔比顯著上升了約六個百分點 但其在居民金融財富中所佔比重型僅為百分之二十 遠少於佔比百分之五十四的存款 如果再加上全量住房 股票佔比將進一步降至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三 過去一段時間股市大幅上漲後 消費增速並沒有明顯加快 因此相應地 股市大跌對居民消費的拖累可能也比較有限 股市大跌對國內融資的拖累不宜誇大 雖然決策曾積極推進直接融資 但股票在實體經濟融資中佔比仍然較低 2014年股票融資佔新增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僅為百分之二點六 今年一至五月也只升至百分之四點二 這表明我國金融體系仍然是銀行主導 股市的直接影響較低 目前階段 股市大跌不會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 證券公司和公務基金對股市的直接闖口較大 的確會受到較大衝擊 但二者總資產緊佔金融體系總資產的約百分之五 且擁有央行流動性背書的證金公司可以隨時為證券公司提供必要的流動性支持 銀行通過理財產品、股權質撻等認識對股市存在一定的闖口 但規模較少、僅佔其總資產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 此外,銀行入市資金通常屬於優先級 並受嚴格的封控措施的保護 德銀,政府穩股市執行力強於歐美得意至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張子威 德銀認為,中國政府在穩定資本市場上的執行力要強於歐洲和美國 例如,在需要的時候,銀行可以很迅速地向銀行或證金注入流動性來支撐市場 而無須重重審批,近期國內市場利率保持平穩 而且政府一直嚴密監測著各大型金融機構的多項數據情況 2015年7月8日的保證金貸款總額以 從6月18日的封值人民幣2.26萬億元降至1.45萬億元 從國務院會議以來,本週這一數值平均每天下降1,500億元 按此速度,預計7月14日保證金貸款總額將降至1萬億元以下 回歸到2014年12月的水平 標普,證券公司財務槓桿保持健康標準普以信用分析師尿強 此次市場動盪檢驗了證券公司的信用風險管理能力 此些公司的營利能力和資本實力遭到削揚 但是,他們較低的財務槓桿 此也是他們信用狀況的主要支持因素之一 不會受到影響 標準普以認為,至少目前來看 中國股市大幅下跌對金融體系內其他部分和整個經濟體的輻射風險仍然可控 此時因為中國證券公司的財務槓桿保持在健康水平以及融資和流動性風險較低 文本部記者情節新解讀停牌潮落市場或將去無存清新華社電 記者道小君,在本輪大幅震盪市況中 1400多家賞市公司同時處於停牌階段 可謂小無前例,值得注意的時,復牌潮也戰路初刑 在這個過程中,投資者保持冷靜至關重要 無容置疑的是,市況因素是形成停牌、復牌、潮起潮落的最主要因素 可謂說,在大幅震盪市況中,面對非流值下的股價 停牌無奈地成為了不少上市公司避險的首選項 而同時,這又是投資者最為期待的利好 目前內看,大面積停牌潮會慢慢退去 復牌潮會語演語烈,截至十日收盤 當日復牌的62隻個股全部封在漲停 舊其原由,一方面市管理曾夠市決心和力到前所未有 市場信心有所收復 另一方面,前期股價大幅下跌,非理性踩達嚴重 因此,市場出現整體報復性上漲之後,復牌股時點把握準確 值得注意的時,在經過對股價非理性下跌的收復後 市場或將去無存稱,回歸理性,目前來看 剔除大部分公司因股價大幅移動而臨時停牌外 以籌或重大事項非公開增發股權激勵股權轉讓並購等停牌理由佔絕大份額 如果貼除市場因素,這些理所當然應視為利好因素 或多或少對股價有著正面作用 而如果在大幅震盪市場中倉促停牌 或停牌籌或事項不及預期等偏空因素往往會被放大 甚至成為股價黑天鵝 因此,剔除停牌事項是否具有實質性利好等因素 市場也就成為關鍵因素之一 同樣須要密切關注